好 再來我們要看的這個獎項是 最佳節目效果獎 這個是一個榮譽喔 沒錯 非常得意的得獎者就是 阿虎啊 阿虎也得獎了 歡迎阿虎 真的假的啦 恭喜… 帥一波… 來 請報告一下妳 得獎的豐功偉業 來 那一天是這樣 我要去錄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本來是要錄那個節目的第三場 但那一天我突然就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接到同一個節目的電話 他說阿虎 你可不可以現在趕快提早來 你爽到可以連續錄兩場 對 一確是不錯 但是我就說那是要去就是 有人不能來還怎麼樣 他說對 現在有個空缺 然後我就說那你有沒有打給海產 你有沒有打給海產 那是什麼需求 他說你有沒有打給海產 海產剛好不行 對…所以就輪到我 他說我練在鹽子上那邊 鹽子不高名單 對… 然後反正我就來 然後衝過來 為什麼是過來咧 因為那天剛好就是錄 小明星大幹板 是我們的節目 沒有啦 沒想到那天就錄一個什麼聯誼 然後他就只跟我 電話裡面只跟我說要聯誼 然後來我想說那怎麼會找我 所以我其實我是抱著戒心 來到這個攝影棚 然後我踏進那個中天大樓的時候 我還在看 千金聯誼那一集 千金聯誼那一集 我還先看那個 那一集 對不起 因為那一集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那一天 因為我們是找真正的千金來 千金其實是素人 我就想說這看起來 效果會不會比較弱 人家真的是小公主 你要逗她也不對 不逗她也不對 我就有點緊張 我就跟製作人討論 今天找的男生是誰 他說我們認真 我們真的都找那種大帥哥 帥的 帥到不行 我說這樣子帥哥也不可能 挑千金不OK 對啊 千金可能一下配了又配了 就結束了 而且帥哥又不好笑 我說不行 我們要一個 我們要一個醜的 來個意思 真的是原質不高的 然後 前一場是誰 是唱的 我原本是說前一場是海產 對不對 本來是海產的 抓海產 走了嗎… 他說趕快問… 然後海產加速離場 他不願意承認他是醜的 他去還個第一場 我就只好往下一場的名單看 對 然後這樣看一整排過去 就阿布了 趕快對他來 就是我了 雀屏重圈 非常謝謝你來 對 所以你看這故事真實性對不對 完全還有人佐證 真的不行耶 可是我跟妳講那天很可怕 因為就是我真的他這樣 我以為是整人 我真的想說他是不是就是來 譬如說測試 這個藝人會不會遲到 我以為是這樣的主題 對 所以你整個衝超快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先有看有沒有攝影機 對… 但真的沒有 然後他就說你直接進棚… 我說怎麼可能救火 救到直接進棚 然後我就這樣通通衝下來之後 憲哥已經在你 他們兩個都坐好了 對 然後我就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錄影耶 然後我 你還不知道是啥事 我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而且我還被那個發放到邊疆 你坐在那個最角落 而且大家知道是連儀 所以都穿超帥 這個叫狐甲虎儀有沒有 他穿一個私底下衣服 他一進來一臉狐儀的 狐儀 然後他又叫阿虎 狐甲虎 你無疑 我跟你講 真的 然後我那天坐在那邊 我就慌到不行 可是你又要表現出 你很專業 就是我早就知道有這個工作 對 我準備好了 準備 大概看一下那個題詞 就是知道誰跟誰配對 但是我想說我不可能來 我什麼事都不做 對 然後我想說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是 因為他們都配對好 他們連才藝都蕊過了 對 其實是配好的 才藝都蕊好了 都蕊過 這邊三個人… 一直請了一個阿虎來 然後阿虎想說 沒有 我也有才藝 我講個笑話 對 他們根本沒有準備 然後上去之後 還在那邊口袋那邊翻 有沒有笑話 翻到一個就講了 然後這些尷尬都不行 但是你又要覺得說 自己就是準備好的 對 然後每一個出來我都搶著要配對 對啊 救火隊難免都會深陷一些危險嘛 對啊 但是醫療節目缺人 案例 你也去 你也去 醫療節目通常是不能亂講的 當然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案例就有 就分享 沒有案例就說 可能我不適合這樣 所以那天他發了一個這個主題 是說來聊這個大腸癌 說你有沒有類似經驗 對 你親友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大腸癌這個主題 男路通用 男女通用 對… 什麼叫小優來聊搞完癌 對 覺得比較不對 這我接不了 然後那天他就發來 然後後來那個故事 我這樣看一看我覺得都不太行 因為你叫我去掰說 我的家人的生病 或是我自己生病 心裡過不去 對 我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就拒絕了 但是到了那個前一天 因為他們真的找不到 在演藝圈裡面 有大腸癌又願意上節目的例子 所以他就說不然你就來 然後你就大概就是醫生問你什麼 你就說有 他說有沒有 例如說有沒有上廁所部分 有… 配合當案例就對了 譬如說那天我去錄影的時候 那醫生就說 因為大腸癌 大腸癌有幾個自我檢測的方法 譬如他就說你有沒有 就是三天沒有排便 有…剛剛說有 對 然後剛好那一陣子 我真的便祕 我就說有… 我三天 真的三天沒有排便 他說 他就打勾 有沒有不小心想要大便 剛好那時候因為你便祕 所以你會吃一個東西 叫做軟便劑 吃完之後就會不經意的想大便 有… 所以你就說有… 反正從頭到尾 你每個都用別的東西去想像之後 全部都有 全部打勾 反正就覺得 今天節目效果做得太好了對不對 以為就這樣算了 我跟你講沒有 那個節目一收工之後 那個醫生帶著他的助理 語重心腸這樣 臉色凝重 語重心腸跟我說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的助理 你看你要不要安排一個時間 到我們的診座 徹底檢查一下 你前一天先準備好你的糞便 隔天帶來 我們幫你做一個全方位的篩檢這樣 他還不想放過你這個客戶耶 對 然後當下你也只能跟他說 謝謝醫生 因為你不可能跟他講說 沒有 我是編的 因為這樣有失人家的那個 專業…不好意思 所以你只能說好 謝謝 那我會再安排時間過去 時至今日他還在問我 什麼時候要去他們的醫院 什麼時候要來 天啊 對 可能他等到播出之後 他才會知道 這一切都是捏到的 是這個樣子 對啦 我們尤其這種 當作案例或什麼是以個人經驗 對 有專業的醫師提供正確的資訊 給觀眾朋友啦 這個是預教於樂 傳遞正確的資訊 對… 因為有的時候去他看也沒辦法 像你的那個是大腸的問題 對 大腸 我的是痛風 剛好醫師一開始就問說 你有沒有痛風 有 你有沒有痛風 有… 當然我要說有啊 然後就問我說 你的症狀是什麼 我說我痛風我就是這樣 風來了以後我就會覺得 好痛… 我就會覺得好痠就覺得會痛 然後講完以後 我看那個製作人一直在瞪我 然後醫生說不好意思 你講的可能是類風絲性關節 還有個台階下 好…那又問下一題了嘛 下一題又說 吃東西要有一些忌口 因為痛風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然後就問我 我說好 因為一般那種飯 麵 我都很少吃 因為那個澱粉比較高 一般我就是說吃得比較清淡一點 比如說刷刷鍋那一種的是 或者是三媽湊湊湊鍋那一種 我覺得比較OK 很普通 對… 然後那個製作人已經放棄我了 對 然後節目播出我看 我整段都只有開啟介紹而已 後面的內容全部都剪掉 都在剪掉 這樣你也不用錢 要拜託給他真的 我們是來救火的 臨危受命 對 至少呈現出來效果很OK就好了 OK 恭喜頒他最佳節目效果獎 恭喜得獎喔 阿虎 謝謝你為我們小明星大跟班 救了一個這麼荒謬的火 好嗎 謝謝 請登場寶座 謝謝你 OK的…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謝謝你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